大家好,我是一只专注电影的老一条 今天要看的电影名为《沉睡魔咒》 讲述的是一个相爱相杀的魔幻国 相传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里只有两个王国 一个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类王国 美丽富饶由人类国王统治 另一个是一个美丽魔幻的魔法王国 这里住着一群各种各样奇异又独特的生物 这两个王国相处的不太融洽 传言只有伟大的英雄或者邪恶的暴君 才能将两个国王统一 魔法王国不需要有人统治 一切秩序建立在默契之上 但是这里的精灵都信赖一个仙女 她的名字名为马连斐森小芳 小芳是一个美丽纯洁的仙女 并且拥有着一对大翅膀 自身同时也拥有强大的魔法 小芳作为这里的守护者 时刻保护着宁静的魔法王国 直到有一天 从三位小精灵的口中得知 一位人类小男孩闯入了魔法王国 小男孩因为害怕被树人杀死 躲在了树洞不敢出来 在小芳的劝说下才慢慢的走了出来 作为一只善良友好 并且没有见到过男孩子的女精灵 小芳不仅亲自送走了大猫 在他离开时 邀请他下次来作客 在分别时 大猫友好的和小芳握手言别 可是手上的铁戒指烧伤了小芳 也是在此时发现了精灵 不能触碰金属的弱点 因为大猫的意外出现 一时间打乱了小芳的生活 小芳每天待在树上 期待大猫再次的到来 果不其然 大猫再次来到了魔法森林 自此之后 大猫便成为了这里的首客 进出自由 就好像自己的后花园一样 大猫和小芳也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就这样在互相陪伴之下长大 在小芳16岁的时候 将自己的初吻送给了大猫 两个人的友谊正式转变为爱情 随着年龄的长大 小芳成为了魔法森林的守护者 大猫则回到了人类王国生活 此时人类的国王企图用武力征服魔法森林 让自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国王 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孤感 人类军队在树人和小芳的魔法之下不堪一击 国王并且还因此受重伤 这一战之后 国王便躺在了病床之上 国王给自己的手下承诺 谁能够打败小芳就让他继承王位 听到这个消息的大猫 眼神中充满了权力的欲望 一个邪恶的想法由此诞生 晚上趁机迷倒了小芳 并将小芳最为珍贵的翅膀割掉 第二天醒来的小芳发现自己的翅膀消失 一个人失声痛哭 令他最为痛心的可能不是翅膀 而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所背叛 之后小芳救下了一只乌鸦 用魔法将他变成了人类 作为小芳的第二个翅膀存在 同时也得知了大猫当上的国王 迎娶了一位公主 受到心灵创伤的小芳从此黑化 不再是那个善良温柔的精灵 和人类国王一样用鼓励统治魔法森林 当他得知大猫生下一个女儿时 孤身一人参加宴席 并送给了小女孩一个大礼包 祝福他在成人的当天被纺织机扎昏迷 必须由真爱质吻才能唤醒他 并且此魔法无法反弹 直到天荒地老海哭石烂 大猫当时不着急人马现场对付小芳 而在小芳走后 下令销毁所有的纺织机 即使销毁也要藏到地下室 为了让女儿安全的活着 他嘱咐给三个小精灵照顾女儿 直到过完女儿16岁生日之后 才能回到王宫 同时召集全国的铁匠和勇士 举全国之力要对付小芳 小芳并没有主动攻击大猫的意思 而是在魔法森林周围建立了防护墙 至此 人类王国和魔法王国的战争正式打响 三个小精灵带着公主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远离了人类社会 国王将公主交给他们就是一个错误 这三个精灵只会打打闹闹 就连照顾公主这件事情都要小芳来做 当小芳见到公主时 说出了一句引领潮流的话 你长得这么丑 是你爸妈充花费送的吧 这句英文原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这个翻译真的很皮 公主明明是小芳诅咒的对象 可是却时时刻刻的陪伴在公主身边 生怕她受到一丝伤害 可以说公主是由小芳亲自养大的 公主也知道小芳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但是并不知道诅咒的事情 这期间小芳带着公主来到了魔法森林 这里的奇幻生物令公主十分开心 就好像公主从小在这里长大过一样 随着公主的渐渐的长大 小芳对自己之前的咒语有些后悔 晚上趁着公主睡着 想消除自己私下的咒语 但是没有任何软用 这个魔法咒语任何人都无法解除 并且在公主长大的历程中 只见过一位男人 并且还是一面之缘 根本就达不到真爱之吻的要求 在公主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 三个精灵提前带着公主回到了王宫 尽管大王让人严加保护公主 依然阻挡不了魔法咒语 公主还是被地下室的纺织机扎到 小芳望着生命危险 找到了和公主一面之缘的王子 试图让王子吻醒公主 而王子对公主只是爱慕之情 并没有达到真爱的地步 心怀愧疚的小芳在走之前吻了公主 没想到公主居然就此苏醒 自己挖的坑最终还是要自己来填 小芳对公主的感情没有任何掺杂 小芳本性就很善良 只是为了报复大猫才下的咒语 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爱 文型的公主也算是解开了小芳的一个心结 不过小芳和大猫之件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大猫已经被欲望控制 非要杀死小芳才肯罢休 好在公主的帮助之下 放出了小芳的翅膀 得到翅膀的小芳法力大增 本想只是教训下大猫就好 可是最后大猫还是死在了自己野心之下 至此整个故事也告一段落 这次事件之后 公主回到了魔法森林 人类世界和魔法森林消除了战争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守护者 小芳 芳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统治者 本电影是根据童话故事改编 改编之后更适合成人观看 里面的大猫可能代表了人性的贪婪 欲望一步一步变大 慢慢迷失了自我 最终成为一头野兽 电影的故事很美好 最后影片告诉大家 善良才是最初的本性 因为善良 世界才会更美好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是老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